Hybrid 的版本呢 我觉得它更出色啦 那么呢 它配备的是 Honda 全新开发的 2.0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它是一个 Arkinson Cycle 的 Engine 可是它们这个开口进行了一个优化 所以呢 变成呢 老人家要上下车 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这一点我觉得好评一下啦 讲到 Honda Civic 呢 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啦 我就不用去讲太多了啦 可是呢 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呢 马来西亚的 Honda Civic RX 呢 其实有两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就是这个 1.5 的 Turbo 还有这个 2.0 的混合动力 那么呢 其实之前也是有网友 PM 过我们啦 就是 Turbo 跟 Hybrid 应该要这样去做一个选择 那么今天的影片呢 我们就把那辆车做出来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驾驶感受的差异 还有它们配备上面的差异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其实这辆车都是 RX 车型 所以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哦 它们只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来的啦 那么它们主要是有一点的差异 例如讲呢 这个轮圈的部分 如果是 Turbo 版本的话 你可以拿到一个纯黑的 5 幅轮圈 其实那个 Mac Color 很好看一下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版本的轮圈设计 至于这个 Hybrid 的版本呢 它则是配备了这个双色的轮圈设计啦 所以其实你要分辨是 Turbo 还是 Hybrid 就从它的轮圈一看就明了 不过两个都是 18 吋 而且呢 原厂配来的轮胎都是 PS4 所以两辆车的操控表现都很出色 另外呢 车尾除了有多了一个 E-HEV 的名牌之外呢 这个 Hybrid 的版本其实它只有单出排气框 Turbo 版本就是爽出 所以这个就是最简单分辨的地方 那么 Engine 的部分 其实就是这两款车最大的差别 我先讲 Turbo 的版本 大家熟悉的 1.5 公升 VTEC Turbo 引擎有钢内直噴技术 然后它匹配的是 CVT 的变速箱 然后可以模拟奇数啦 那么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82 PS 风轴率表现 240 Nm 如果是在 RS 的版本部分呢 它的 0 到 100 加速是 8.5 秒 其实如果是讲在马来西亚的 C Segment 呢 这辆车的数据其实是 OK 的 然后其实我之前呢 有开过这台车一段很长的时间 大概是一个多星期到 10 天左右啦 它的油耗表现其实让我还蛮惊讶一下 虽然讲 它的动力表现蛮出色 如果身体顺顺开的话 你要拿一个 12-13 km per litre 呢 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如果长出驾驶 甚至可以做到 17 km per litre 所以其实它就是有油又省力的代表 而我这个呢 Hybrid 的版本呢 我觉得它更出色啦 那么呢 它配备的是 Honda 全新开发的 2.0 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它是一个 Arkinson Seiger 的 Engine 然后呢 它的最高热效率达到了 41% 这个热效率的部分 可能你会讲一些中国品牌已经到了 44% 那么 Honda 才是 41% 可是呢 我必须跟你讲 它的 41% 是可以维持长期峰值 41% 的热效率 所以它的油耗表现确实也很出色啦 然后呢 它的综合电机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84 PS 然后峰值流率表现呢 315 Nm 很接近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了啦 然后呢 它的 0-100 加速 7.9 秒 至于油耗表现 这辆车更恐怖 其实我是有几个朋友呢 都是开着这个 Honda Civic RS Hybrid 的啦 他们讲它们一钢油随便 700-800 km 都没有问题 所以两辆车在引擎部分应该怎样选择 就应该看 如果是 Turbo 的话 你首扬的话 你要改装是 OK 的 Hybrid 的动力不差 油耗更出色 只是改装潜力就没有这样大啦 所以这个自己拿捏一下 那么呢 这两辆车其实在硬件的部分上呢 还有一个差别是在肉眼上面看不到的 就是它后面的避震器 因为呢 这个 Hybrid 的版本 它配备了一个电池组 它的电池组重量呢 让它比这个普通的 Turbo 版本呢 重了 85 公斤左右 所以呢 为了支撑这个电池的重量 原厂的工程师在 Hybrid 的版本上面呢 提高了这个避震器弹簧的帮数 所以呢 如果在一般时候开车的话呢 你会感受到这个 Civic Hybrid 的这个后面是比较弹调一点的 相比起这个 Turbo 版本啦 然后另外呢 这辆车的这一个灵活性呢 其实也会稍微输给 Turbo 版本一点 因为毕竟这个 Turbo 版本就轻了 85kg 嘛 所以如果你是跑那种山路 例如讲跑 Gendin Samba 或者是跑这个 Huluranga 那辆车的差别就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但是呢 转过来看的话 如果你是在高速攻略上面巡航的话 这个 Hybrid 的版本呢 因为它多了 85kg 的重量 然后加上它的配重也更平均 所以其实这辆车的稳定度会更好 不过讲老实话啦 除非你真的每天去跑山 不然的话你是很难感觉到这辆辆车的差异在哪里 不过我有点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 Hybrid 的版本呢 它的 Torx Speed 是在 180 左右啦 然后这一个 Turbo 的版本呢 则是可以超过 200 不过呢 建议各位绞心开车 不要飞那么快啦 其实在这一个内装设计部分呢 两辆的 Civic RS 其实都差不多吧 它们在前座的左右门板呢 上面都有一个红色的氛围灯 比较含虚一点啦 如果我们以现在的年代去看这个氛围灯 可能就没有那么炫目啦 年轻人可能没有太喜欢 但是其实这辆车整体质感对比上一代 CBN 呢 我觉得还是进步很多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 9 吋的触屏主机 支援这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现在就要讲它们差异的地方 如果是讲你买到 Turbo RX 的版本呢 它配备的是这个 7 吋的彩色屏幕的半数位化仪表 也就是讲只有左边的部分才是彩色的萤幕啦 右边还是传统的资争 如果是买到 RX 的版本呢 它则是采用一个全新设计的全数位化仪表 那么这个全数位化仪表特别的地方在那里 首先呢它可以显示的资讯很多是很普通的啦 如果是讲今天你连接 Android Auto 或者是 Apple CarPlay 的话 你的歌曲的这个资讯呢 也可以显示在左边的这个萤幕上面 除此之外呢它中间还会有一个车的 Logo 如果讲呢今天你是开灯的话 或者是你踩 Brake 又或者是你行驶在路上呢 它旁边有车的话 它会有一个像是 Tesla 的感应功能 就是它有一个图像给你看 你旁边有车 然后你的灯开着 然后你再踩着刹车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蛮不错的 最起码这个设计感我觉得还不错 我是觉得如果是小改款的 Civic 的话 我建议 Honda 本来今天就是把这个全数位化仪表 也放在这个 RS Turbo 上面 那么消费者也会开心一点啦 然后剩下的细节部分哦 两辆车其实都有这个所谓的 Paddle Shift 的设计 只是它们的功用大大不同 如果讲真的在 Civic RS Turbo 上面呢 它就真的是换挡波片来的 它可以控制进挡推挡 而在这个 RS 版本上面呢 它主要的功能是这个动能回收 因为这辆车是一个混合动力车型嘛 所以它有一个动能回收的设计 让这个电池回充 就是讲你可以通过这个加减 来控制这个回充的力度大小 如果你善用这个功能的话呢 你在跑山的时候呢 其实是不大需要 Brake 的 你可以用这个来控制你的速度 除此之外呢 你的电池回充也会很快 这个就是它们基本的差别啦 对了我忘记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 RS Hybrid 的版本呢 它是有这个无线的手机充电机座 不过我个人呢 还是比较喜欢用 cable 充电 因为更快 讲完了外观设计 我们来讲它的空间的部分啊 一般上呢 Hybrid 大家都会想到 可能因为有电池组组的关系 它也要说这个尾箱的空间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它会没有 spare tire 那么这个 Series Hybrid 呢 其实没有这个困扰啦 如果你去看这个 Series Hybrid 的 Hybrid 的版本 跟 Turbo 的版本呢 它们的尾箱空间呢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应付一个中型家庭 可能就是你跟你老婆 还有两个孩子的行李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啦 而且呢它的战榜下方呢 还有这一个 spare tire 啊 虽然讲不是全尺寸 但是最起码还有 spare tire 在你紧急情况下 它是真的可以派上用场的 那么呢这个就要得益于这个 Series 呢 全新的平台啦 而且加上它的电池组 并没有那么大 所以它们可以把这个电池组 收得很好 而且又不会影响到 车内的空间表现 这一点呢 我真的要给 Honda 一个赞 那么其实两辆车的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呢 都差不多 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好讲 然后它们该有的功能也有 像是这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还有两个 USB 然后 ISOFIX 啊 Top 10 这种其实都有 那么这边呢 我有点要补充的 就是这个后座的乘坐的感受啦 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辆车呢 对比起普通版本呢 它重了 85 公斤 所以它后面的这个 避震器弹簧呢 帮数是比较高一点点 如果是讲你行驶在那种 不平坦的路面的话呢 这个 Civic RX Hybrid 呢 它的震动会比较明显 这个是我之前 我有后面载人 他们给我的 feedback 啦 就是讲 可能会没有那么舒服 可是呢这个 Civic Turbo 呢 因为它的棒数就比较轻 它没有那么弹跳 所以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喔 Civit Turbo 的话 它算是舒服的 所以你 如果你很在意这一点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 两辆车的话 都去这个展示厅去试坐一下 最好的话 路上开一开 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差别在那里 不过呢 这一次 Civic 呢 对比 Civic FC 呢 还有一个进步的点就是 Civit FC 因为真的太扁了 所以你要上下车 真的很麻烦 尤其是老人家 虽然讲这个 Civic FE 呢 它也是一样的扁 可是它们这个开口 进行了一个优化 所以呢 变成呢 老人家要上下车 就没有那么困难了 这一点我觉得好评一下啦 而且 Honda 可能也考虑到呢 就是会买这个 Civic 的朋友呢 有一部分都会在家人 所以 这一个改动呢 我觉得是值得称赞的点啦 那么在影片结束之前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看法啦 就是你应该选择哪一种引擎配置 虽然跟我刚才讲的东西 有一点冲突 但是我会建议呢 时常在家人 或者在朋友的人 选择这个 Civic Hybrid 为什么 虽然讲咯 它的后座稍微弹跳了一点 可是咧 它整个加速是很线性的 很Smooth 尤其是那里市区驾驶的时候 根本没有那种蹲挫感 开起来是真的很爽 这个也是我最喜欢 Civic Hybrid 的地方 而且咧 因为它的 Powertrain 呢 主要是以电机为主 我自己试过呢 它的纯电行驶呢 最快可以到110 也就是讲 它110 都是以纯电行驶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重点是它加速又快 所以我觉得 这个版本呢 可能会更适合时常在家人的人 那么呢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喜欢操控表现 很喜欢激进驾驶的人 那么 Go for 这个 Civic Turbo 除了我讲的改装很有潜力之外 它的这个油门调价呢 其实也比较激进一点 尤其是这个油门 你稍微点一下它这辆车 就要冲要冲的感觉 而且呢 它模拟七速也很逼真 因此咧 我觉得这辆车很适合 那种自己一个人开车 然后很喜欢操控的朋友啦 然后这边呢 我要补充一点 就是这个 Hybrid 的车款 现在很多人讲到 Hybrid 的车款呢 他就会讲啊 电池很贵啊 电机很贵啊 But 包括 Honda 在内 大部分的汽车厂商呢 在推出这个混合动力车款的时候 他们的电池组都给了八年 warranty 只要你不要 Void warranty 的话 那么在八年内 你的电池有问题的话 他们都可以换给你 不过必须符合调规啦 我们也是有看到一些 case 就是讲它未了 warranty 后 还要去 cram 电池 cram 不到 所以它是要自己花费去换这个电池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跟原厂的 warranty 包括 Turbo 版本也一样 你可以 Remap 但是 Remap 了之后 一切后果自己要负责啦 OK 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对 Civic Turbo 还有 Civic Hybrid 有什么看法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 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拜拜